我家庭编故之后 在家的时间就感觉 都是回忆都特别难受 那时候我就跟我父亲说 我出来租房子吧 我就出来了 出来了然后我就 之前的工作 因为家庭缘故又没在做了 然后就接触到直播了 我就想做这主播 然后毕竟说 我也不科室对吧主持人 也都不科室 颜值方面还是有点自信的嘛 然后就做主播 然后也有几个粉丝看我 之后我就跟他说 我说你支持支持我 你来我直播间啥的 给我带着节奏 我承承人气 那我不也去了吗 我还带我朋友一起去 你是怎么做的 你别说了 你这真的是 主持人他一说这个来气 去了两次 这两次都好 这两次去完之后 就天天给我吵架 说我跟人家搞暧昧 他在直播间里 各种就是勾在小姐姐 然后跟人家小姐姐还脸迈 然后跟人家说 说小姐姐你喜欢的样子 我都有 然后我一听 我说这之前不跟他 就是跟我聊的时候 差不多嘛 我就更觉得他之前 就完全是在欺骗我 然后包括欺骗我的感情啊 还有印证了 我想他之前想要跟我结婚 就是因为他母亲的这个缘故 所以我当时也特别难受 你看他就事论事 你说我不靠来给你解释了吗 我说我本身没啥才艺 我就是脸长得好看一点 你靠脸直播呀 没 不 那你还是别干了 你就是 小姐姐给他刷礼物 给他刷火箭什么 他还加上小姐姐微信 大半夜还跟小姐姐聊天 那我不跟你说了 我说他说直播效果 我说我就是为了说 就幽默一点嘛 然后就有趣一点 他就不理解 然后就总说 我跟人家怎么怎么样了 总吃素 天天跟我吵架 那你对女粉丝 跟对我有区别吗 你还是每天 你是跟人家许寒温暖的 你对我有这么热情吗 对我有这么温柔吗 那人家给我刷了礼物 加个人家微信 不是 然后加微信我就聊天 刚刚朋友聊天 我说你吃饭了吗 然后睡觉的时候 晚安 这是礼貌吗 这是什么礼貌啊 我问你啊 我能不能留下 你女朋友的这个微信号 然后没事的时候 我就问他 我说你吃饭了 不是那主要是 这不是也工作吧 你这说法 我理解是一个意思是吧 主要不是直播吗 就是主要是靠 维护粉丝之间的关系吗 那不是得靠你的 才能吸引吗 不是靠这个吧 那之间得有联系吧 那就在直播上联系啊 还有加微信啊 他就是这样 就让人家小姐姐觉得 好像跟他有可能一样 我为什么不带我朋友去了 因为直播间 小姐各种叫他宝贝 叫他老公 你告诉我都什么意思 行 所以你会觉得 他的这份工作 不太适合 对 我觉得他就是在欺骗 我的感情 那就赶紧跑啊 为什么不同意分手呢 但是我就是 我第一次恋爱嘛 也是很喜欢他 他之前也都对我特别好 所以不仅是那些 小姐姐喜欢他的颜值 你也挺享受他的颜值的 是这意思吧 是 行 不喜欢你的工作 就为这个要分手是吗 不仅是这个 主要是我就是 为了直播啥呢 我就是改变一下 自己的形象嘛 比如说 闻个眉 要探个头发嘛 那是为了直播吗 是总给他 刷礼物的小姐姐 然后说让他去闻眉 他第二天 他就把眉毛闻了 根本就没有和我商量 之前我就说 我说你眉毛挺好看的 没有必要闻 你是在乎我的感受 还是在乎小姐姐的感受啊 我是你女朋友 还是小姐姐是你女朋友啊 其实我都不想提闻眉 让我闻完也行啊 它不行 让我闻到半截不让我闻了 就是 闻眉不是第一遍上完色 第二遍颜色 就还得上第二遍颜色嘛 然后就第一遍完之后 就不上去了 给闻两遍是吧 就残次品 现在我就是 补色 补色 第二次是补色 我还得补色呢 我以为就一次呢 原来是去了两回啊 第二次没去了 他死活了 咱着不上去 然后做个头发 他不行 他都不满意 他总说 我说别人要求他 他烫了一个锡纸汤 就天天像顶着一头刀草一样 那时候不是网络 特别流行 这个锡纸汤吗 我想借着这个热点 就是说 有一个直播内容 就好玩嘛 然后他就不干了 就是说 我是因为女粉丝要求 让我干啥就干啥 他就死活 就是跟我吵架呀 对 主持人就是女粉丝要求他的 那你这钱 你为什么不去弄呢 而且我说 我说 我觉得你的眉毛很好啊 你为什么不听我的呀 就是你的审美程度 就是眉毛断节也就好看 就是觉得他不在乎 就我说什么 他根本就不听 听懂了 听懂了 就是说 我不管说做什么 就是感觉就是 一点的自由选择都没有 就是他不满意的东西 我啥也不能干 就是他说 我往西走一点就不行 你给我撸回来 你现在头发不是还是烫的吗 剪完了都 对啊 现在多好看呢 我本身头发就这样 现在多好看呢 现在多好看 你看一说好看的时候 乐的那个眼睛带着花 你也是真是 好 还有什么 比如吃个饭吧 他是幼师专业嘛 就平时管小朋友嘛 我吃个饭 我当时特别饿 我就直接扒了两口 然后他就不行 他说你一定要细脚慢一眼 不然胃疼 是啊 我不是为你好吗 主持人你听过一口饭 搅二十口吗 听过呀 他让我搅二十口 为了瘦就得一口饭 搅二十口 我不想瘦 当时给我吃吐了都 是吗 人家告诉我 说让你搅个好少了 一般都搅三十二口 三十二口也要出锅啊 对 行 你就当他为你好呗 我真的就是感觉 他说服着我 就是我吃个饭 也能管着我 然后他说 我什么事都不跟他商量 那后来就心想 我俩不是老 因为大事小事吵架吗 现在心情挺不好的 他就跟你商量 他出去玩两天呗 散散心是吧 去哪 那时候订的是巴厘岛 挺浪漫的地方 叫他去呗 这个商量 他乐好 他跟他父母一说 他父母不同意去 他就告诉我 父母不让 不让去 说不能不让女生 没结婚 不让去 你不是很正常吗 父母会有这种担心 那我跟你说 我说咱们去一个 近点的地方 然后当天来回 你为什么不同意啊 你到底是为了 想跟我出去玩 出去散心 你还是为了 你的直播呀 那我不是跟你说吗 我说挺浪漫的地方 咱俩一起去 你告诉我 父母不同意 是他不去就不去吧 那你心情不好 你不去我去行吧 那我 就是他不去 我自己去啊 你自己去了 对啊 自己去行 然后呢 我就感觉他不去 那我也挺 现在也不舒服 然后就自己去了 自己去了 我就一边 往一边直播吧 那边挺特意挺好看的 顾外直播 对 然后他倒好 就是那段时间 我来冷战 他就发微信 我也不想回他 我出去我要想散散心 他愣好去我直播间 然后骂我 骂我骗子 花心大萝卜 还举报我 让我把直播间都给我疯了 其实我也不是故意 要去他直播间去闹的 因为他自从他去巴厘岛以后 他的微信就再也没有回过我 然后我给他打电话 他也不接 我只能去他的直播间 然后在直播间里 就小姐姐也是跟他各种暧昧 那你是欺骗小姐姐的感情 还是欺骗我的感情 你能说你不是骗子吗 主任 我真的就是理解不了他 就是他不来 也不让我过舒服了 那就是咱们 别死冷静冷静 给点时间就不行吗 你根本不是想去跟我玩 你是想去做你的直播 想去跟你的小姐姐互动 我做这次直播工作 我首先我自己开心做得非常 然后其次我去散心 我让自己变得更开心点 还不行 你就是一点 给彼此的空间就没有 就是肥得束缚着我是吗 我问一句啊 就是你当时决定 和他一起去度假的时候 是一个纯度假 还是在那个计划里 其实是有纯度假 当时是纯度假 真的想的是 当时是纯度假 因为他不去 你自己去了 你就加了直播的内容 是这意思吧 对 回来之后去找我 然后就给我大吵一下 逼着我说 你在你直播中 和你中央选择一个 不选择一个都不行 真的是当时给我气炸了 我说一个工作 你当时看待他不行吗 那我中央还直播中央啊 后来不是你中央了吗 我说不做直播了吗 不做直播了 对 不做直播 然后我就在家打打游戏 我们俩彼此都是平静平静嘛 然后有一次 假如大晚上出去逛街 然后去了 然后就看两眼手机 他就不行了 爸就把我手机抢过来了 抢过来就 一个一个异性 一个一个问我 这是谁 解释 这是谁 犹豫了一秒给我删了 解释的也给我删了 最后解释不解释的 都给我删了 二百多个异性啊 全都给我删了 这是为啥 因为他根本解释不清楚 这个也是他的亲人 这个也是他表姐 也是他表妹 你怎么没有那么多 表姐表妹与同学呀 最后我姨啊 我妹啊 我七大姑八大姨都删没了 但是我气都 一咋都不想理 因为我都气到那种 没脾气了 主持人能动吗 然后就特别烦到 我就找朋友去喝酒 去朋友家喝吧 喝多了 在家住了两天 然后他就不行了 说我跟某个小姐姐 出去玩去了 然后就是要保管我的钱 说以免以后的电话惹好 然后我就说我不给吧 他就一直骂我 主要我不是希望 你能找一份正经的工作吗 你别成天跟你那群 狐狐狐狗友 一起喝酒不行吗 你现在除了打游戏 然后跟狐狐狗友喝酒 你还干点什么吗 姑娘 你是他什么人 我是他女朋友啊 女朋友的权利是 但我想管他钱 就是想要监督他 你这不是把人忘 就是把他赶走吗 一直就是我想飞上天空 他给我穿个绳子 给我拉下来 我想出了笼子去觅食 他不行 他就让笼子 给我喝口水得了 然后就是他让我出去找工作 那行我帮满多你 我出去找工作 然后来天津那边 我有朋友会介绍问工作 我跟他商量 不行 你不能离开我的视线 你离开我的视线 你就变相跟我分手了 主持人主要他在我身边的时候 他还这样 他跟我出去逛街 都能低头玩手机 跟别的小姐聊天 我害怕他就是 所以这么一个花心大萝卜 你留他何用 喜欢他吗 因为我是第一次 就这么喜欢一个人 但是他不喜欢你了 你没听明白吗 喜欢吗 我喜欢他 喜欢他你分手 我曾经喜欢过 那你当初你还口口声声 说要跟我结婚 那你就是骗我 骗我的感情 我曾经 一厢热血厂 跟你结婚的时候 你没同意 但后来真的我变了 我承认 我想经过那次事情之后 我想面对生活 我可能很少考虑到你的感受 但是我从来没想过 你的反应这么激烈 你知道吗 我接受不了 你处处管着我 就是我一点 自由选择的权利都没 这是我受不了的 我管着 难道不是因为在乎你吗 但是你这种在乎 我受不了你知道吗 你听明白了吗 听明白了 你心里有没有觉得 其实自己这样做 也不应该 还是说你心里就觉得 我这样做就是应该的 我觉得我做的没有问题 她就不应该 和其他小姐聊天 我是你的女朋友 你的眼里 为什么不能只有我呢 主持人 她是她家里的独生女 她是公主 她就是我一点 就是不宠着她 不顺着她 就是不行 就像个中央空调一样 你和所有小姐 都能聊得很好 所以你就把她关了嘛 你别要她了嘛 按你的说法 她是中央空调嘛 那你还要她干嘛呢 这是核心的狗调 但是她有时候 也对我特别好 中央空调不就对谁都好吗 你得这么想啊 什么时候发现 不再喜欢这个狗调 我不是不再喜欢 那种感觉吧 就是说我的承受能力 就是 已经超过了我对她的喜欢 你不喜欢就不喜欢 不用拿那些事来遮盖自己 知道吗 就是喜欢真的是 挺喜欢的 跟你讲 喜欢就在一起 既然喜欢她有什么 不能忍受她那些的 那我就不喜欢了 你道理喜欢还是不喜欢 不喜欢 或者说你压根就搞不清楚 什么是喜欢 什么是不喜欢 也许吧 女生我想知道 为什么在男生母亲去世的时候 你跟她提出分手 我知道她很难受 但我觉得她不在乎了 她态度完全就是一个 一百八十度的转变 那个时候她母亲去世啊 但是 我会不会并非我 也许这个 我会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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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许这个 这种感觉 我会儿子 我会儿子 你会儿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是26 对 第一次谈恋爱 对 周围没有合适对象还是什么原因 没有遇见就是像他这样合适的 他怎么合适 身高吧 对 然后长相我也特别喜欢 然后性格我觉得他特别热情 然后对人也好 可惜对别人也好 对 对所以你怕什么 我感觉你在和他的恋情当中 你很担心 以至于做出错误的选择 比如说 其实他在面临着家庭变故的时候 那会儿最需要你在身边 但你担心 他想和我结婚的目的是不纯的 那是可能要做给妈妈看的 所以赶紧跑 其实那心还在他身上 在观察他 哎呦 他又恢复过来不错 然后一找你 你又复合了 所以总之你 不知道怎么去掌控这个男人 你让他一口嚼二十下 他能干吗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习惯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 为人出事的风格 即使你把他手机的 异性号码全都删了 他还用另外的方式加回来 你不能用一种毁灭的方式 去掌控一个人 就如同你曾经做过的林林总统 我是希望你们能 继续再磨合一下 但前提是 你要认识到自己的问题 你的确你没有谈过恋爱 但是也要注意 开放自己的心态 敞开自己的心门 不要总是提防着对方 图你点什么 不要总拿放大镜 去看对方身上的缺点 觉得这就是不可允许的 真不可允许你就走 你别又卑微地又留下来 这样对方会看不起你的 男生 如果这个女孩不去管束你 你能做到对她专一吗 你能做到对她专注吗 能 真能吗 那当她的面跟异性暧昧 你觉得这没有问题啊 如果你的心真是不在她身上吧 离开她 让她得一个教训 从这段恋情当中 得到一些知识 下一段恋情会谈得更好 但如果还有可能的话 我希望你能更多 去了解这个女孩 她怕什么 这个原因在哪 在你身上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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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